我看那個FB的叫那個給你吃那個賣 然後講那什麼房地產 講一講講一個禮拜後說他在用房地產這樣這樣 然後反而要你匯帳號跟那個匯錢 我說我不要匯帳號 他說那你匯3萬塊 那個我就沒有跟他調 然後 你不是他民主 人家就是那個客服 他是客服給他 就是他如果要服務進去的話 然後給他不同的帳號 他給你幾個帳號 給你好幾個 就是我之前有衝擊他就給我每次不一樣的帳號 對啊 就是 每次不一樣的帳號就不通 公司都只有一個帳號 公司怎麼可能會有不同的帳號 公司已經是用公司的 那你看